好那其實呢兩位呢這個超級好朋友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兩位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認識的嗎 應該是從他還很小的時候 當年年代也很小 大概七八年前了吧 七八 八九年前 對其實我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還是算一個菜鳥 然後又麗是 小模特兒 又麗是主角 然後 我記得 我記得有一場秀好像 手錶的秀 對對對 手錶的秀 就是仲孝東 就是跟他一起 就是走秀 然後 我覺得 又麗很厲害 就是到現在都一直觀察 表現 我維持得很好 然後就是 那個時候是第一次 跟他工作 對 到現在都沒有變 在那裡 哦 那又麗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 當時呢 跟以祥一起工作的一些經驗 好像 新書的時候 對 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 那時候是他當主角 然後他們出了 時尚F4的新書 去站台 有出了一本 時尚F4的書 就是 我們是個兄弟 然後 又麗有幫我們站台 這樣子 嗯 然後 那天 好像也有 一個新聞 好像 就是 又麗瞧我們的 版面 哈哈哈 在安慶斯來復仇的 哈哈哈 你想要幹嘛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那天好像 出了一點事情 然後 不小心 對 又不小心走光 你就直說吧 但是我也沒有在怕 好吧 那今天 我要走光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其實也很開心就是 跟 呃 又麗的 出版社 三才文化 三科 一起合作 因為我的第一本 寫生集 也是跟他們一起合作 嗯 所以這次也是希望可以來 呃 支持你 然後 希望我的 我的 書的賣力 可以跟 呃 可以跟我一樣 賣得很好 就是 哦 哦 對 要來 要來 給你一個大的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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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